再看到受到之前接连台风影响 花林玉里镇高辽以及副里项轮天便桥损毁封闭 导致稻农必须绕稻缴稻稻稻谷 而县政府也比照去年918 震灾运费补贴的模式 并且从去年12元提高到18元 从即日起运费补贴直到便桥恢复通行为止 修国乱西竹田段西车的农田、割稻基、运谷车 以及农民的交通车全都绕了近10公里的路程 来此收割二七道座 因为临近交通不是便道桥梁毁损封闭 就是道路边坡摊坊在修中 现在只有绕道一途 不仅是远道而来的收割 当地栽种三甲地水稻的农民 收割好的稻谷也得要绕往北方的东里村 再运到复理市区 不方便也增加稻谷运输成本 农民个个哀哀叫 明天就开始要大哥要绕眼 要到东里那边走比较方便 那现在县政府为了体恤我们 他们有做补助 这样子都一算了 为了保障农友的权益 华林县政府将辅导预期地区农会 以及布里乡农会 抵造去年0918震灾运费补贴计划 针对玉里河东地区 每包干股100台金运费补贴新台币18元 布里乡同样考量明里桥为通行 农友绕道里程增加 明里轮天等地区的补贴 从去年12块钱提高到18元 而在便桥为挥布通行之前 都将给予运费补贴 记者综合报道 2 7 7 8 8 9 7